原标题 他的搭档都是清一色的开国上将 他却在抗战中壮烈殉国 在抗战时期 八路军牺牲的高级将领 最有名的就是左权将军 其实除了左权 八路军还有好几位高级将领壮烈牺牲 比如今天介绍的这位扶竹亭 要说扶竹亭的级别有多高 不妨来简单看看他的履历 在红军时期 扶竹亭担任过红衣军团一师一团政委 团长是谁呢 开国上将杨德志 后来扶竹亭又出任红衣军团 第二是政治部主任 师长是陈光 政委是刘亚楼 到了抗战时期 扶竹亭担任八路军1115师 686团正训副主任 团长是李天佑 副团长是杨勇 1943年扶竹亭牺牲时 正担任山东滨海军区政委 司令是陈世举 看到了吧 他的搭档都是清一色的开国上将 您觉得 他如果没有牺牲应该受什么军衔 扶竹亭是江西广昌县人 当年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 经过他的家乡 宣传革命的道理 扶竹亭依然加入了起义队伍 直到今天 在广昌县还有竹亭路 竹亭公园 竹亭小学等等 出发